烈火恩高的聚会 奉主音苏正明宣告 今天晚上是一致爆发的聚会 圣灵充满的聚会 恩高满意的聚会 烈火焚烧的聚会 神机爆发的聚会 好不好 神要大大的祝福你 今天晚上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相信 神已经都给我们预备好了 他的恩高已经在我们中间运行 能力已经在我们中间运行 他要触摸 他要拥抱 他要充满每一位宝贵的神的儿女 你记住 你参加了这个聚会 是不一样的 在这个聚会当中 在这个服侍的事工当中 你会经历到 你所信的神是 又真又活的人 你会经历到神的大人 你会经历到神的灵 你会经历到神的恩高 像火一样的来充满你 充满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 无论你在什么地方 这个恩高是真的 这个圣灵的能力 这个圣灵的恩高 是没有距离的 灵界没有距离 圣灵超越时空 他要充满你 充满你 恩高你 就是透过我们在一起聚会 我们聆听真理的道 我们对他有相信 有期待 我们在他面前来敞开 我们来坎人无惧的来亲近他 这就是给圣灵 恩高运行 恩高充满 恩高爆发 在我们生命中运行的空间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相信 今天晚上 神要极大的祝福你 极大的恩高你 极大的出摸你 好不好 好 感谢神 那我们在一起 在方言祷告 我们所有的先生们 在一起 再一次的来 方言祷告几分钟 好不好 来预备你的心 预备你的心 来一起来 在这个恩高里面 圣灵的 这个活水的江河里面 我们一起来勇留 一起来方言祷告 所有的家人们 我们再来 一起来开口方言祷告 谢谢圣灵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爸爸谢谢你 圣灵新的口才 新的 新的恩高 加振在我们身上 让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 都在圣灵里面运行 都在这个恩高里面运行 这个圣灵活水的江河里面运行 天父谢谢你 哈利路亚 高默充满 举起我们的双手 哈利路亚 所有的家人 无论你在哪里 包括后面听到我们音频的弟兄姐妹 奉耶稣的名 举起你的双手 领受这份恩高 充满 宇宙 充满万有 充满天地的圣灵 现在大大的充满你 触摸你 高默你 奉耶稣的名 高默你 交贯在你的身上 颅高 Lanka 就是现在 死灵的活在焚烧焚烧焚烧 bruk 每一位神的儿女就是现在 高牧高牧就是现在 充满充满充满就是现在 神灵的大人充满高牧就是现在 高牧充满就是现在 充满充满就是现在 神灵的大人充满你高牧就是现在 是满子我是满子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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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祝福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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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受恩高 就是现在 享受享受享受 圣灵的恩高 大人进到你的身体里面 充满你 充满你的身体 祝福耶稣的圣灵 你的身体是圣灵的圣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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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现在 被圣灵充满充满充满 充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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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的恩高 充满你 充满充满你 充满能力 充满你 充满你 奉耶稣的灵 举起你的手 与充 享受 享受恩高 就在你的 你的 你的石头 运行啊 强烈运行 恩高的能力 像电流一样 流进你的身体 能力像电流一样 流进你的身体 这个恩高的能力 像电流一样 流进你的身体 就是现在 充满 充满 你浑身都是一股热流 一股懒流 圣灵的恩高 很力 像一股懒流一样 流进你的身体 就是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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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耶稣的名 世人的大人 充满 每一个神的儿女 就是现在 奉耶稣的生命 世人的大人 充满 高母 充满 高母 充满 高母 感受他 享受他 奉耶稣的生命 奉耶稣的生命 充满 高母 高母 奉耶稣的名 高母 充满 哈利路亚 充满 充满 奉耶稣的名 高母 圣灵的能力 充满 从头到脚 从你到外 每一个神的儿女 现在都被充满 都被触摸 谢谢圣灵 谢谢主耶稣 天父爸爸爱你 阿们 阿们 享受他 享受他 安静在他的面前 来享受他 享受他 哈利路亚 享受圣灵 享受圣灵 享受恩堂 享受圣灵的火 享受圣灵的荒蕾 荣耀 对给你一声 感谢主耶稣 阿们 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大大的祝福你 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 完全是圣灵 在运行和掌权 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 忠心和专心 魔鬼最害怕你 忠心专心 所以他总是想 搅扰你 让你分心 让你不专心 但弟兄姐妹 只要我们像圣灵 传牌 我们选择向圣灵 完成常态 是不是 我们选择 忠心 选择专心 你就会享受到 圣灵的恩高 圣灵的能力 这是非常重要的 阿们 好 接下来呢 我有一点话语 要分享给弟兄姐妹 这几天我收到了 很多信息 收到了很多的信息 因为现在不是 这个 疫情开放了 所以很多的地方 都自由的 创通的 这个行走 是不是 这个一下子 也不做核山了 你不检查健康码了 你不看这个 核山码了 你不看这个 新城码了 啥都不看了 所以呢 很多弟兄姐妹 很担心 这几天我收到 很多的信息 这个说 牧师为我们祷告 那个说 哎呀 我们这里 谁是谁感染呢 哎呀 谁是谁有阳性呢 是不是 谁是谁 是怎么出现问题了 所以很多的 弟兄姐妹 很忧虑 很担心 很害怕 哎 昨天我们在群里 我们看到 有一个姐妹 她分享了 一个见证 她是怎样 她感染了 是不是 可是你会发现 一件事 她这个见证 很重要 当她感染了以后 她并没有害怕 她头痛也好 还是这个 心脏不舒服也好 她都懂得怎样 因为她听了真理的道 她经常听我们的讲道 所以当她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她懂得奉耶稣的名 用权柄 抵挡 赶出这些丑里头 嚼扰攻击 这个感染 这个它就是一个攻击 病毒 这个细菌病毒 就是从撒旦 从某个人来的攻击 当你懂得用权柄 奉耶稣的名 把她赶出去 抵挡出去 奉耶稣的名宣告 也是健康的 也是强谤的 哎 亲爱的刘姐妹 她的头也好了 舒服了 胸口一直打 胸口也轻松了 所以现在我要跟你讲的是什么 当我今天为晚上的课程 预备的时候 神就在我里面感动我 对我说话 叫我要给大家读一下 九十一篇 要把诗篇九十一篇 读给你听呢 你要记住 你是神的儿女 你听真理的道 你是有保护的 有遮盖的 有避难所的 有神同在的 你是有权柄的 你怕什么 你说世上的人 他怕 他担心 那还正常 因为他那啥 他啥也没有 是不是 他没有权柄 没有能力 他不是神的儿女 他当然怕呀 但弟兄姐妹 你是神的儿女 你怕什么 是不是 所以你发了很多的信息 啊 很害怕 很忧虑 很担心 怎么办 传染了 怎么办 告诉我怎么办 我今天晚上还要跟你说 连这些想法都不是从神来的 如果你真的是听我们讲道 听真理的道 连这些想法和意念 你都要你都要清楚的分辨 你都要清楚的分辨 他都不是从神来的 他不是从神来的 他从哪里来的 他都是从魔鬼来的 魔鬼把这些想法放到你的里面 你接受了 你就担心了 忧虑了 害怕了 热了也发信息 落了也发信息 到处发烧 大家祷告 你慌什么 你怕什么 所以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为晚上的预备 我在祷告 发现祷告 神就很清楚的 在我的里面说话 对我的灵说话 叫我今天晚上要读诗篇 九十一篇给大家听 好不好 太奇妙了 我们来把诗篇九十一篇找到 如果你有圣心 好不好 把诗篇九十一篇找到 我来读给你听 诗篇九十一篇 神是我们的保护者 你是有神保护的 根本不用害怕 所有优势害怕的人 都是接受了谎言 如果你不接受谎言 根本不会害怕 你有神的保护 有神的帮助 有神的同在 别怕谁 好 我们先把这个诗篇九十一篇 读一遍 我读给大家听 神这听 这就是神今天晚上 对每一个神的耳朵说的话 这里说 住在至高者隐历处的 必住在全能者的 印象 你住在哪里 你住在至高者隐历处 什么意思 根本找不到你 你是被神隐藏起来的 是找不到你的 必住在全能者的印象 谁是全能者 谁是全能者 在他的印象 他保护你 阿们啊 病毒 疾病魔鬼 根本找不到你 可是很多人就是担心呢 为什么他被病毒找上 被问题找上 因为他担心 忧郁害怕呀 他不知道自己 住在全能者的印象 是不是 自己住在至高者隐历处 住在全能者的印象 他直接说 哎呀 我也是人啊 我也是肉体啊 你看现在怎么怎么的 我也怎么样了 这个团然了 那个羊吗 那就都变黄了 那个羊吗 也变黄了 你怕什么 就算是变黄了 就算是羊了 奉你一丝的名 都是怎样 他明白道 明白真理 他都会得人 他都会健康 跟你没关系 你不要忧郁 不要害怕 你住在至高者隐历处 潜在者的印象 不要从里面出来 当你说那些话的时候 就是从里面出来的 你出来干啥 出来让他攻击你 所以弟兄姐妹 你要住在里面 阿们 接下来第二节说 第一节说 让你住在里面 你要知道 第二节说 我要论到 一块话说 他是我的避难所 是我的山寨 是我的神 是我所依靠的 现在弟兄姐妹 你有神啊 神是你的什么 神是你的避难所 神是你的山寨 神是你的什么 神是你的神 是你所依靠的 所以弟兄姐妹 阿们 避难所 山寨 依靠 都是干啥呢 都是保护你的 都是保护你的 好 接下来 神具体怎么保护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重点 马上就来到 这就是当下 这就是活化 这就是瑞玛 这是神当下 要对你说的话 所以接下来 第四节 到第八节 都是神当下 要对你说的话 阿们 听着啊 他必救你脱离 不撵人的网罗 和毒害的瘟疫 他必用自己的灵毛 遮蔽你 他要 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 他的诚实是 大小的盾牌 你必不怕 黑夜的金刻 或是白日飞的剑 也不怕黑夜型的瘟疫 或是五间猎人的毒病 所以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 万人扑倒在你右边 这灾却不得 临近你 因为亲眼观看 见恶人糟宝 亲爱的弟兄姐妹 是不是当下跟你讲的 不信的人有这话吗 没有 不听真理道的人 有这话吗 没有 但你是信的 你是听真理道的 今天晚上 这话就是对你说的 在现在 现而今眼目下 在现而今眼目下 现在这个环境当中 弟兄姐妹 把这里的经文背下来 好不好 把诗篇九十一篇背下来 明天给大家一天的实验 后天晚上就检查 背诗篇九十一篇 人人都要会 阿们 所以你看到 人人都要会啊 这个诗篇九十一篇啊 每个人都要给我背 这是我给你下的任务 这是神在我里面感动我今天晚上跟你讲的 你不要说啊我地钱不好怎么怎么的 不 你一天背不下两天背 两天背不下三天背 三天背不下一个礼拜背 你必须把它背下来 这是任务 阿们吗 你说那你不是后天就检查吗 后天检查会背的 先背 阿们吗 所以这就是你看到 我今天晚上就给你读 并且给你讲 让你很清楚知道 你是有保护者 神是你的保护者 你什么都不用害怕 你看 他必救你脱离 捕鸟人的网络 谁都害不了你 然后呢 和毒害的瘟疫 是不是 瘟疫是不是 瘟疫可以害别人 可以毒别人 他害不了你 为什么神救你啊 神保护你啊 阿们吗 接下来说得更清楚 他必用自己的灵毛 遮蔽你 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 他的灵毛都遮蔽你 他的翅膀都保护你 阿们吗 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 亲爱的弟兄姐妹 接下来说 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 跟我说大小的盾牌 盾牌也分大盾牌 小盾牌 啥意思啊 知不知道大小盾牌 什么意思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这就是 这就是你听我讲 我就能给你讲清楚了 一般人才跟讲清楚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什么是大小的盾牌 让我跟你说 在古代冷兵器时代 现在是热兵器啊 就是机枪啊 炮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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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弹器啊 这是热兵器 在古代是冷兵器 他怎样给他摧毁了啊 那这个大小盾牌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古代冷兵器 冷兵器时代打仗的时候 他有两个盾牌 一个盾牌是大盾牌 就是列阵的时候 两军三军列阵的时候 那个大盾牌就会怎样 咣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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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能受到保护了 这是大盾牌的作用 抵挡远方的攻击 抵挡远方的攻击 火箭的攻击 箭的攻击 那么小盾牌是干啥的呢 小盾牌是拿在手上的 然后古代的这些 冰是一般的 左手拿着盾 右手拿着刀 然后当上阵场打仗的时候 冲锋的时候 拿着这个小盾牌 冲啊 是不是 拿着盾牌 左手拿着盾牌 右手拿着刀 然后也冲 所以小盾牌是干啥的 小盾牌是防身用的 小盾牌 小盾牌是在近距离作战的时候 近距离作战的时候 敌人一刀砍过来 你拿着盾牌 双一挡挡过去 是不是 接下来 叹一挡挡过去 哈哈哈哈 这个我拿着看太多了啊 不不 这不是我现在看一眼看的啊 第一个姐妹 所以这个小盾牌 可以在近战当中 抵挡敌人的攻击 被明白了吗 大小的盾牌 大盾牌抵挡远方的攻击 小盾牌抵挡近方的攻击 所以任何攻击都会被你绑在外面 你会被保守 无论是远方的还是近处的 你都会被保守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你现在明白了 大小的盾牌什么意思了吧 接下来让我告诉你 神的 这里说 他的诚实 是大小的盾牌 什么是他的诚实 弟兄姐妹 他的诚实 就是他的话语 他的道 他说话 神是永不改变的 他的道是永不改变的 他的话语是永不改变的 他的话语是保护你的信德的盾牌 阿们阿 一部所说的第六章讲到 全副五章里面的信德的盾牌 信德的盾牌 这个信德就是信心 信心就是神的话 来自神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姐妹 也就是说 如果你有了神的话语 有了神的道 神的道 神的话语是你全方面的保护 是你大小的盾牌 任何瘟疫 病毒 细菌 疾病 都不能攻击你 因为你有神的话语 神的道 成为你的盾牌 成为你的保护 哇 听明白了吧 所以 他的诚实 是你大小的盾牌 你会被保护的 你要有神的道 有神的话语 你什么都不害怕 阿们吗 我什么都不害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神的话 有神的道 是你大小的盾牌 你会被超自然保护 这个很重要 好 接下来怎样 接下来就讲到 你不怕了 是不是 因为你前面 他会有这么多的保护 你有神 他救你脱离 婆娘的网络和毒害的威力 是不是 然后他用他自己的羽毛 遮蔽你 你要投靠在他翅膀的阴下 是不是 他的诚实是你大小的盾牌 接下来你来看看 如果你明白这些 知道神保护你 知道你住在哪里 知道你住在哪里 知道怎样 知道神保护你 他是你的避难所 是你的山寨 是你所依靠的 保护你 知道他要救你 脱离这些不让人网络 和毒害的瘟疫 是不是 弟兄姐妹 知道他要用银毛 遮蔽你 你投靠在他翅膀的阴下 知道他的诚实是你大小的盾牌 如果你真的 你听到道是听这样的道 你每天听这样的道 阿们啊 神爱你 神保护你 神以孔在 神帮助你 是不是 每天听这样的道 你就不会害怕 接下来就是说 你必不怕黑夜的惊刻 或是白日飞的剑 也不怕黑夜情的瘟疫 或是五间灭人的毒病 阿们 看到没有 为什么今天你怕 你怕只有怕了 下到现在都不敢出去 老的人就归缩在家里了 是不是 他哪里搬去 亲爱的弟兄姐妹 信耶稣不要信得这么软弱 这么担心害怕 当然你不能说 这不是你啥意思 你的意思我们可以随便乱灿 我也没说你随便乱灿 我没说叫你随便乱灿 我是说叫你不要怕 你怕啥 是不是 你最起码你心里面要知道你所信的是谁 要知道他保护你还没 人家可以怕你怕他 我就为你怕他 惧怕你带着刑罚 爱里没有惧怕 神爱你 神保护你你还怕他 你不怕爱你就没有惧怕 你天天天爱的道 神保护你的道 神与你同在的道 你听这些道 你就没有惧怕 如果你有惧怕 说明一件事 你这个道还没听进去 然后有个姐妹就问我 没有问题 我说你有没有听到 有没有听我讲的道 她说我听的 听的很少 我说就是因为听的少 你才这么多问题 这么多忧虑 这么多担心 这么多害怕 你要天天听 认真听 什么问题都没有 什么忧虑 什么担心 什么害怕都没有 那好吗 那我就现在开始 天天听哈 我说本来早就 应该天天听了 你不听 你自己吃费 不是我吃费 我天天讲 我蒙福 你天天听 你也蒙福 咱们吗 所以弟兄姐妹 当你听的这些道 你知道了 你就不会害怕 咱们吗 这些你看说的多清楚 你别不怕黑夜的惊惑 或是白日飞的街 白天晚上 你都不害怕 有的人忧愁 担心害怕 晚上睡觉 对不对 但今天晚上 我告诉你 都不要害怕 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 或是无间利人的毒病 是不是瘟疫 不要怕嘛 说他叫你不怕 你不怕嘛 你不怕 他就把你没办法 如果你看他 他才能怎样 才能骄扰你 攻击你 牵着你用几杯 好不好 虽有千人迫到在你旁边 万人迫到在你右边 这才却不得临近你 看到没 有没有这些信息 就算是这个 挖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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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的事情 你要相信 我必被保护 我有神的同在 我必不怕 我天天刚成长的 这不代表 你就随便来啊 没有啊 我从那没有说过 你该坐着防护 在个口罩 带着嘛 就算是不为自己 也为别人 哈哈哈哈哈哈 啥了吗 有别人害怕 咱看你没戴口罩 但是都害怕 你心里清楚知道 我戴不戴 我都知道 我是被保护的 你不是因为我戴了 然后就就 就被口罩了 不是的 你不是因为我没戴啊 我又不是穿 不 对于你来讲 不管是戴不没戴 你都是被保护的 阿们吗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 其实为人 不能让别人有妨碍 是不是 你带了 也祝福别人 也让别人放心 别人不害怕 不是每一个人 都跟你一样的 有信心 明白道理的真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信心 是建立在神的法律上 我们是建立在神的保护上 阿们 阿们 好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怎样 这就是看到 当你明白这些 道了以后 你就不会害怕 你就不会害怕了 神对你具体的保护 接下来十 接下来九节 一后话是我的避难所 他也将 你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 祸患必不临到你 灾害也不 挨进你的帐篷 阿们 分一派 不断地在提到你住在哪里 你每天早上起来 你都知道我住在基督里 阿们 你出现走路的时候 你要知道我住在怎样 我住在基督里 我住在至高者的里面 他是我的居所 如果你这样相信 这样的信号 你走到哪里 我住在基督里 我活在基督里 我住在至高者的居所里面 阿们 我怎样 我是 我住在基督里 我住在基督里 你无论走到哪里 你这样的想 这样的信 这样说 你看到没有 这些祸患必不临到你 灾害 必不挨进你的帐篷 帐篷是什么 帐篷就是你的身体 就这些东西都不能靠近你 你走到哪里 他们赶紧让开了 明明他们排着队 在那等着他 结果你一去 你说 感谢神 神有我存在 我住在基督里 我住在至高者的地处 又发示我的病难所 哈利路亚 是不是 这病毒吸督一看 哎呦 这个基督里的人来了 赶紧走赶紧走 一个个都怎样 一个个都逃好了嘛 必不挨进你的帐篷嘛 就是不敢靠近你嘛 他认识 他知道你是谁啊 他知道你是不能挨进的 所以他跑了 别人是怎样 别人他可以挨进的 但你不行 你他挨不进 阿们 是不是 因为他要为你 分出他的实德 在你一切的道路上 保护你 他们要用手托着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啊 你要踹在狮子和灰蛇的身上 践踏少赵狮子和大蛇 杀一身 意思就是 你有天使保护 意思就是 你得有权柄 你可以践踏病毒 践踏细菌 践踏魔鬼 践踏疾疾病 奉一苏的名字 践踏你 是不是 这个权柄就交给你的 得拥起来 天地拥 越用越顺手 越用越顺心 越用越有信心 越用越有力量 奉一苏的名 我是得认的 啊 我是健康的 奉一苏的名 我走到那里 都签识 为我 为我效力 保护我 是不是 奉一苏的名 啊 借踏受到狮子和大蛇 现在弟兄姐妹 十岁也说 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 我就要搭救他 因为他知道我的名 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 他若求告我 我就应运他 他在极难中 我要与他同在 我要搭救他 使他尊贵 我要使他足享长寿 将我的最为 鲜明给罢 阿们了 神明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多么一副 清楚的鲜明的 对比画面 这些不知道神的 这些不信神的 不明白真理的 都怎样 千人扑到在右边 万人扑到在旁边 是不是 可能他们会遇到 各种各样的情况 但是你会怎样 你会被拯救 你会被保护 你会被祝福 你会被提升 你会被尊贵 你会足享长寿 这是神给你的应许 所以第五节 十四节到十六节 是神给你的应许 这些应许是建立在 你知道神 你知道神保护你 你知道神你同在 你知道你住在他里面 你知道他是你的 必然所 是你的神 是你的神 是你所依靠的 你知道他 你不会害怕 这些病毒 瘟疫 不会害怕 各种各样的东西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懂得用权柄 懂得见他 少说狮子和大蛇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你明白这一些 并且知道这一些 运用这一些 活在这些里面 神的应许 就在你身上成就 阿们 你就会活出的生命 与神的应许是一致的 活出这种 尊贵的生命 这种蒙福的生命 这种荣耀得胜的生命 这种健康强壮的生命 这种足享长寿的生命 听懂的 弟兄姐妹 说阿们 阿们 阿们 这是我今天晚上 和弟兄姐妹分享的 所以十天九十一篇 就是神对你的保护 这是神对你的超自然保护 我们所有的话语时空 所有的服侍时空 都是以 神爱你 神保护你 神保护你 神与你同在 神是你蒙古尊贵 神是你得胜 神是你足相长寿 神的救恩 成就在你的身上 为根基的 阿里路亚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大大的祝福你 所以我要鼓励 每一位宝贵的神的儿女 在现而今眼目下 一定要把这个诗篇 就是一篇 背下来 今天晚上 当我这样一分享 你是不是就清楚知道 就是一篇在讲什么 阿们 每一天要听真理的道 听真理的道 你会建立信息 听真理的道 你就知道你所信的是谁 你就知道你有他的爱 有他的同在 有他的保护 发生的话语 曾经在心中 十天九十一天 就是谢尔金眼目下 神对你说的话 神对你超自然的保护 神对你超自然的允许 阿里路亚 好不好 神赐福所有的家人们 领受的弟兄姐妹们 阿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与请你的双手 阿里路亚 今天晚上 父女耶稣的名 就祝福你 每一个神的儿女 都要运用 十天九十一天 来为自己祝福 好不好 让我带着你来操练一下 好不好 所有亲爱的弟兄姐妹 无论你在哪里 接下来举起你的手 也可以按手在你的头上 或者是按手在你身上 我要奉主耶稣的名 用十天九十一天 为你祝福 为你祷告 奉耶稣的名 的圈告 十天九十一天 成为每一个神儿女 超自然的保护 阿们 好的准备 一起来祷告 谢谢天父爸爸 谢谢主耶稣 谢谢圣灵 谢谢我们的手 可以举手 可以按手 感谢你天父 感谢主耶稣 感谢圣灵 就是现在 就是现在 天父 我们感谢你 这天九十一天 是你赐给我们的 我们要活在 十天九十一天的里面 神啊 这是你对我们的保护 这是预表 也是宣告 也是应许 耶稣基督 成为我们的救恩 成为我们的超自然的保护 我要奉耶稣的名 祝福所有神的儿女 就是现在 我要奉耶稣的名 宣告 我们都住在基督里 奉耶稣的名 你就活在基督里 你就住在基督里 你就住在 最高者的 最高者的 领域 奉耶稣的名 你住在 天人中的领域 奉耶稣的名 你是被隐藏在基督里的 你是活在基督里的 奉耶稣的名 任何的魔鬼 任何的病毒 任何的吸血 奉耶稣的名 都找不到你 找不到你 都动不了你 都嚼扰不了你 魔鬼疾病 病毒 动不了基督 也动不了你 因为你活在基督里 因为你隐藏在基督里 奉耶稣的名 就是现在 奉耶稣的名宣告 耶和华 是我们的阵台 耶和华 是你的必然所 是你的阵台 是你的山寨 是你的神 他的成熟 是你大小的阵台 他的话语 是你大小的阵台 无论是远方的 进步的 都不能嚼扰攻击 你都拥有 超自然的保护 就是现在 奉耶稣的名 超自然的保护 在你的身体中 在你的身上 建立起来 在你的身上 建立这样 超自然的保护的系统 超自然的保护的系统 建立在你的身上 建立在你的身上 听着 现在又建立在你身上 神的神使 是你大小的阵台 他的话语 是你大小的阵台 奉耶稣的名 他的话语 在你生命中 建立保护系统 建立保护系统 就是现在 奉耶巴巴 保护 奉耶稣的名 保护 奉耶稣的名 保护 奉耶稣的名 保护 保护保护 一切的忧虑担心 一切的惧怕 一切仇敌送过来的谎言 惧怕 忧虑担心 奉耶稣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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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 奉耶稣的名 离开 奉耶稣的名 离开 一切忧虑的 离开 净化的名 离开 和释放 天下 奉耶稣的名 宣告 你必不怕 黑夜心的威力 或是五间灭人的不变 因为谁 救你破裂这些网络 救你破裂 一切毒害的危机 奉耶稣的名 你必不害怕 必不忧虑的 完全得释放 完全得平安 就是现在 就是现在 完全得释放 完全得天 感谢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要奉耶稣的名 对你说 奉耶稣的名 每天用权柄 对你的身体说话 对你的每一个身体 每一个器官说话 奉耶稣的名 你是有天使保护的 奉耶稣的名 你是有权柄的 你对戒踏神的心 你可以 用你的脚 踩在这个 少壮师的 所挥手的身上 建议他 奉主耶稣的身体 神应许你 他要大救你 他要保护你 无论你在任何的环境 神都与你同在 神都要使你尊贵 因为当你知道 他的名 他就要把你提升 就要把你安置在高处 他要使你健康 使你强壮 使你平安 使你足强尚承透 他要把救恩 写定在你身上 成就在你身上 我奉耶稣的名 祝福你 就是现在 奉耶稣的名 祝福你 就是现在 你有超贼人保护 你有超贼人的恩典 无论你在每一天 你都有神这样的同在 都有神这样的祝福 都有神这样的保护 灵受灵受灵受 哈利路亚 神经的火燃烧燃烧 灵烧 告不 灵烧一些的忧虑 一切的担心 一切的惧怕 祝福 多盛促人 好 感谢神的恩兴 所有人的家人们都要礼受 都要喊阿们 今天就是一天要 成就在你的身上 成就在你的 每一天 生日的 我要送你 成就在你的身上 今晚就是一生日的恩兴 一生日的祝福 一生日的保护 在你的身上借记 大大的保护系统 以后的包子来的保护 公共技术的名 每一天的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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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阿们 能够切ический 鱼 阿们 阿们 我دا 对 你 真的 你 如果 怎么样 采访一下 现在不担心了吗 现在不害怕了吗 现在留下来 神的话语是你超自然的保护 他的诚实是大小的顿带 无论远的近的 这些后患 瘟疫 灾害 毒害 都不能挨进你的帐篷 只要你不自己把帐篷的门窗户打开 它就进不来 你还挨进你的资格都没有 亲爱的弟兄姐妹 记住一切都是选择 那你选择相信神的话语 神的应许 神的保护 选择听信真理的道 这些保护 这些救恩 就会成就在你身上 可是神的道 神的保护 真理的道你不听 你就听这些谎言 听这些人家说的 忧虑的 担心的 害怕的 你选择接受错误的教导 那也是你的选择 神都尊重你的天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晚上 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 包括今后听到我们音频的 音频讲到的 听到我声音的每一个神的儿女 奉主耶稣的名 当我们选择相信神的话语 相信神的保护 相信神的应许 神就会为你负责到底 你相信神的话 神就会为你负责到底 所以神的应许 是不会落空的 都会成就在你身上 他要打救你 他要使你尊贵 他要使你被提升到高速 他要怎样 他要使你足享长寿 他要使你怎样 他要把救恩 显明在你身上 这一切都会成就在你身上 阿们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神 做工的方式 你只有相信 祂的话语 祂才能成就 在你身上 你不相信神的话语 神没有什么可以成就的 你不明白 因为你里面是空的 你身上啥也没有 神怎么成就 但是当你相信祂的话 你听真理的道 你思想真理的道 你相信 你宣告 你承认真理的道 你按照祂的道来行动 神的话 神的同在 神的保护 就成就在你的身上 现在弟兄姐妹 这就是出于神的话 没有一句不但能力的 神就在相信的神 神怎么说 你怎么信 事情就这么成就 阿们 在神 凡事都能 在信个人 凡事都能 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我凡事都能做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 这意思就是说 神的能力 将会在信的人身上 专行的 完全 哈利路亚 神祝福所有的家人们 天父爸爸爱你 主耶稣宝贝你 让我们每一天 持续地听真理的道 相信他 领受他 阿们 听真理的道 信真理的道 活在真理的道里面 一切的灾害 都不得挨进 你的帐篷 你是 独生者 阿们 你有神 超自然的保护 哈利路亚 赞美主耶稣 好 十篇九十一篇 这是今天晚上 谁给你的祝福 每一位宝贵的神的儿女 记住啊 这是今天晚上 陈彼得牧师 分享的啊 也是给你布置的作业啊 哈哈 好 神在我里面 很清楚地对我说话 所以我要把这个 九十一篇 在现在这个时候 分享给弟兄姐妹 好不好 阿们 你记住 人不能保护你一辈子的 只有神永远保护你 阿们 好 领受领受 所有的家人们 欢迎大陆 祝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